思绪可以漫天飞扬吗 答案是肯定的 肯定可以飞扬 但是每个人的天不一样 你的天和其他人的天 不是一个天 讲讲我的经历 现在最热的 热火朝天的那个地方 巴勒斯坦 大概十年前 我到过那里 对我印象最深的几个事 入境肯定是从伊斯利亚入境 第一次经历穿越隔离墙 也就是犹太人修建的隔离墙 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隔离墙 对我印象非常深的是 伊斯利亚这边的军队 每个人都崭新的衣服 类似于美国的海津陆战队的 坎尼辉的那些军队 特别崭新 皮靴是长亮长亮 手里拿着的都是M16 而M16特别的弃 但是当我穿过墙 看到墙外 到了墙这边的时候 就看到了巴勒斯坦他们的军队 这些军队有点类似于我小时候 也就是70年代 中国的军队穿着那些草绿色的军队 特别的破继 他们穿的鞋子都不统一 有人穿着皮靴 有人穿着运动鞋 鞋子都有点破旧 最主要是他们手里拿着墙 都不知道是多少年代的AK3C 很多枪脱都掉了几 甚至有几个枪脱 木头的坑掉块 一个隔离墙的两岸 相比的反差是非常大 还有一个对我印象比较深的经历是 在凌晨的时候 我去深夜去转圣城耶勒斯坦 从西耶勒斯坦 也就是犹太人控制区 转到东耶勒斯坦 整个绕着圣城转了一大圈 转了大半年 对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小事 就是在犹太人控制区这边 西耶勒斯坦 他们深夜也有一些年轻人 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在狂欢 对我印象记忆最深的呢 是他们狂欢过后呢 把刚用过的避孕套扔在 挂在他们的公共电话室 我可能只记得这些人 当我走过东耶勒斯坦 也看到了那些阿拉伯的小孩 也是实习 他们也在狂欢 但是他们可能更安静 他们也许在祈祷 不是在狂欢 当我站到他们旁边 看了他们一会儿 两个年轻人觉得有些惊觉 就过来问我 要干嘛 然后我就随便找了一个理由 告诉他们我录路了 其实当时我应该是不会明 因为我就根本没有录路 他们很热情地 问我酒店在哪里 把名片告诉我 他们给我讲细地指了应该怎么走路 应该怎么走 然后回去又开始他的祈祷 这件事对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两边同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年轻人 他们在做的事反差很大 在巴勒斯坦地区还有一件印象比较深的 可能就是游死海 死海的水和其他地方的水是不一样的 死海的水能把人浮起来 但人无法在里面站立 所以到死海里游泳 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只要你踩到水的时候就先要趴下 然后调好自己的姿势 慢慢地爬到水里去 不然的话水随时会把你带翻 你会喝到这个地球上最苦最咸的那个水 在那个水里你可以飘起来 但是在那个水里你很难去控制自己 也就是可能是妈妈的怀抱里 你只能在妈妈的怀抱里 但是你的自由度会被降得非常低 这些经历 这些身体的经历 如果身体不到那里 眼睛不去看见 身体不去感觉到 我的思绪很难飞扬出 走到约旦河去受洗 找到耶稣受洗的地方 穿过叙利亚边境 看到打炮的声音 看到炮弹的纷飞 身边那些骑着战地摩托 快速从你身边经过 还给你打招呼的这些人 如果你的身体没有经过 你没有看到这些士兵很热情 你没有感觉到 他们是在奔往战场 我们的思绪可以漫天飞 当然可以 但是这里面的体验是不同的 每个人的体验都是不同的 思绪还是受困于身体 在身体之中 你不让身体出去体验 不让身体出去感觉 印第安人说 你双眼所及之处才是你 你双眼目及之处都是你 斯隆波说过 清风明月美景佳人 有闲者可不是 只有你有时间去体验 你才能得到这些东西 所以学习中比读书更重要的 是走出去走到外面去看看这个世界 它是比读书更难的 但是它也是更快的学习的一种方式 好谢谢大家